没有吃鸡啊 能够好转来看广东 那就必须来到广东门菜 白吃鸡啊 没有没有吃过 下一步我们准备一个开水 下着姜葱 再来一丢丢盐啊 做个底味 这下来关点点来了 加入两个黄贼贼啊 可以促使煮出来的鸡肉啊 更加的黄 颜色看上去更加的漂亮 但是吃鸡啊 这玩意不能加多了 加多了鸡肉吃起来会发苦 锅中水开啊 把鸡放进去 先给它烫个十秒钟拿起来 再给它放下去 这个动作啊 重复个三次 这个操作啊 这好是我们的人生呢 都有三水三肉 雷说是不信 最后把鸡完全的放入水中 用小火啊 煮个五分钟关火啊 闷个二十分钟 想要鸡肉没血湿啊 那就多泡一会儿 煮好的鸡再给它捞出来 放入冰水中泡一会儿 可以达到一个鸡皮爽脆 鸡肉嫩滑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小碗 调一个蘸料 少许的姜末 少许的葱花 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 一勺的这杯子油 再加点芝麻香油 喜欢吃辣的朋友啊 也可以搭配点 切碎的小米辣 皮炊肉嫩的白切鸡 搭配上这个蘸料啊 这小香味绝了 用它来接待青鸿蚝油啊 火灯哥哥 占不绝口